曾經聽過美國最離譜的告 是他告速食店 你知道告什麼嗎 因為你們的炸雞太香了 讓我吃很多 我變那麼怕 所以我要告你 後來還成立耶 好豐富喔 所以 我在想應該就是幸運之神眷顧我 然後沒有讓我想起 去告紐約市政府 是 我們一個女王瘋 路易產 對 路易產她就是走在美國的 好像是類似像麥當勞這種店 在門口滑倒 結果告速食店 可是那段時間他不能工作 他其實可以工作 他就不能工作 就一直打這個官司 打了兩百萬美金 打了多長時間 我大概一年時間 像那個醫院 沒事打什麼蠟 那個摔下去不得了了 真的 對 其實還是有一些幸運的事情 會發生 我自己有認識一個學長 學長平常就是像 陳慕容醫師一樣 憨厚老師 然後看起來就是非常的中肯這樣子 那你就覺得是一個 很老實的學長 那學長有一次 就是他說他要這個 買一個店面 他準備要開診所 那其實診所的開力 這個黃金準的一樣是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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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就不知道為什麼 去挑了一個很偏僻的點 然後他就想說 因為其實診所 常常前前你跟人家租房子 那房東可能就覺得說 你新的就很便宜嘛 可是當你幾年做起來 他會 所以我這個學長說 我必須要有遠見 他就直接買一個店面 可是他買的那個店面呢 地點偏僻就算 還是一個40年很老的房子 我們想說 天啊 你買一個這麼偏僻的點 又40年的老房子 然後問他買多少錢 我們大家都驚呆了 因為就是覺得他應該是被騙 那他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和氣身材 那我們就想說 這就繼續看下去 結果這個幸運之城 真的很眷顧他 那個什麼 就是鳥不知道他死的 一個偏偏的點 然後他們那一區 就是重化 然後還都更 學長因此他賺了一倍 對 所以我們想 大家就想說 真的是隨便買隨便種 然後他因為那個賺了滿多錢 他那個要都更又是 就會卡住嘛 所以他還去 全家去美國度假一個月這樣 好啊 是吧 是讓我想到以前 我們在大陸聽到一個故事 就是說那個當時在改革 一直在開放 一直在改革 建設 就是有人只想 結果買到一塊地之後 政府就徵收了 高價徵收 他又要都市計畫 他又去買另外一塊地 就這樣搞了三四次 他都養不了豬 他從 結果他就翻臉說 你做不到養豬 有的人就有這個命啊 就買到哪裡 就發到哪裡的 也有這種 對 我一直認為 省醫要具備兩個要件 醫術好是基本的 另外一個就是 你的運氣一定要很好 真的 之前我就有一個病人 他在找我 他私底是一個男性 他在進來找我 他就愁眉苦臉 他就跟我說 江醫師 只是我最後的希望 其實我最討厭聽到這句話 因為我就會知道說完蛋 他的病一定是那種很嚴重的病 就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病 才會這樣子講 我就說怎麼了 他說我已經看過很多醫生 這個困體已經困擾了兩年多了 都沒有辦法解決 我就說那你到底是什麼病 他說 他左上腹會痛 我想說左上腹 沒有東西你知道嗎 我們這邊胃在中間 這邊只有脾臟 然後大腸的地方 大概也不在那裡 所以什麼胃痛也不是痛左上腹 胃痛是痛中間或是右上腹 肝膽通通在右 其實左邊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我就說請問一下 你看過哪些科 他說 因為他想說是不是心肌肛塞 心肌肛塞他也看過了 我說那你大概做過哪些檢查 他說 還去跑了那個運動心電乳 我說那你 那些醫生叫你怎麼治療 他說有的醫生 就叫我直接 就開指導給我吃 有的醫生是叫我吃醫生菌 有的醫生是天天叫我 都有 他就問我怎麼辦 他我就說 那你電腦斷層做過沒有 他說電腦斷層 這倒還沒有 我說都沒有人說要幫你排電腦斷層 他說因為每個醫生都說 我這個跟那個沒有關係 不需要排電腦斷層 健保局不會過的 他們叫我自費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有病的話 你幫我做電腦斷層 為什麼我要自費 對啊 結果後來他說 那我沒關係 我用健保幫你排電腦斷層 我就跟他拼了 我想說 我只剩下這個檢查可以做了 就隔一個兩個禮拜回來 他的皮膽 現在莫名其妙 黑掉三分 正常來講 我們做電腦斷層會打血淋劑 所謂的血淋劑就是 血管比較多地方它會亮起來 皮膽是血流很豐富的地方 它臉上是亮的 結果它現在有三分之二很亮 三分之一很黑 都沒有血進去 我就說你這個很奇怪 你這個皮膽有三分之一沒有血 搞不好是血栓 我說我們可以試著用 那個抗氧血液給你吃吃看 你吃一個半月看看 結果他吃一個半月之後 他的痛 然後我才去做電腦斷層 還真的就亮起來了 結果這個是莫名其妙 然後他選擇卡在那邊 他就很感謝我 到處去幫我宣傳 到處去幫我宣傳說 這個醫生看肚子痛 有夠厲害有夠厲害 結果後來他那個禮 他好像是那種 就是禮長的秘書還什麼的 很會宣傳力還滿強的 他們禮裡面來了五六個 都是長期肚子在痛的人 跑來找人 結果我一個都沒有看他 誰知道他媽媽什麼事 因為病照不一樣 對啊 所以你看 不要再幫他做宣傳 他都掛不上號了 對 那我之前曾經有一次 我在外面處理我自己事情的時候 我的護理人員就打電話給我說 陳醫師你前一陣子 你叫了預防針 你叫了幾支 護理人員這樣問我 我說 我叫100支 陳醫師 他來了1000支 來了1000支預防針 我跟業務訂貨 業務要跟儲存管理的那個地方下單 我請他訂100支 他多寫了一個0 結果就真的到了1000支 而且是要下貨收限 然後護理人員就說 那個廠商因為下貨的那個人 他是司機而已 他就覺得說你現場 為什麼沒有準備40幾萬給他 1000支要40幾萬 可是他又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他說好 那我下午再來收這40幾萬 本來是4萬的變40 對 本來4萬變40幾萬 我就打電話給那個業務 我就說我訂100支 他一查說陳醫師真的不好意思 你真的是訂100支 可是我真的是不小心幫你下貨 下到1000支 他一直 苦苦哀求我 請我把那1000支 吃下來 我當時的念頭說 我告訴他說 這真的不可能 你怎麼樣一間小診所1000支 你只會放到過期 那他為什麼一直很希望 我把它吃下來 因為疫苗是要 所以只要他到了你的診所 再回去 這全部報費 他不會再拿去賣給任何人 所以我掛掉電話 我跟他說 你把這1000支退掉 我真的沒辦法的時候 我掛掉電話 他一直打電話跟我講說 陳醫師拜託你 拜託你 你就當作借我36萬 你當作借我36萬 我明天去把你那900支拿走 我慢慢再來賣給別間的 這個醫療院所 好 那這個東西就留下來了 四十幾萬的 1000支的 隔天我就開始打電話 找這個業務說 阿五 我借了你36萬 幫你買了900支的疫苗 你什麼時候要來拿 他說陳醫師 好 我找到哪一間診所 有需要的話 我就一點一點 慢慢的幫你這個銷出去 我錢一定會還你的 在隔天我又打給他 他又講同樣的話 再過一個禮拜 那我當時就覺得說 我真的糟糕了 真的沒救了 結果就那麼巧 再隔一個禮拜 新聞說 然後下面有一個小標題說 每間診所都缺貨 所以只有我的診所 有這一支針 而且是 好好賬價一下 真的不賬怎麼來得及 真的 四十萬我就給他 變四百萬好了 接下來一個月內 我就把那一千支打光了 也是運氣來的 對啊 我們這樣看起來好像很衰 其實我 人家老天注定就是要先給你進貨了 那因為我主要是以開刀為主 其實我不太做一些私密處的整形 或者是那種美容手術 那剛好就有一個病人 他是看我開完子宮肌瘤回來 那他說因為他生完之後 一直都有漏尿的狀況 他看我們醫院有個看板說 陰道雷射看起來 對這個部分有改善的效果 他說我想要試看看 那我跟他說這個自費很貴 要一萬多塊這樣子 他說沒關係 我們就試看看這樣子 打完之後他回去 然後大概隔了兩三個禮拜回來 說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還可以再打 我說有效嗎 他說不只是漏尿的部分有效 他現在跟那個先生在一起的時候 他覺得非常棒 非常棒這樣 就是緊實度的部分這些 他都覺得有改善 所以不適則以一試成主顧這樣子 他就連續用了三次 那用了三次之後 他又再跟其他的那些婆婆媽媽 然後姐妹朋友這些一起拉過來 就說他們都要做這個手術 雷射手術這樣子 那這個雷射手術的話 我們單次都要收到一萬多塊 那至少要做三次 像我們平常一般在開 微創的刀或者是大刀好了 可能開三四個小時 健保給我們的點數 大概也才幾千塊而已 那我們坐那個雷射 大概頂多十分鐘吧 就要一萬多塊 所以實在是就是財神也眷顧這樣子 你看我們人一生當中 不可能都只有壞運沒有好運 也不可能只有好運沒有壞運 就有好也有壞 碰到好運我們心存感恩 碰到不好我們當作學習 對 希望今後的日子 大家隨時都在感恩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